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八七灵章邵氏地震 带着万分疑惑 叶浩轩来到了邵氏集团的总部 经过上一次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 邵氏之前那些对叶浩轩有意见 天天上窜下跳响找点式的高层安分得多了 上一次清扫出局近百人 包括一些高层以及小职员 这件事情给总部的人一丝警醒 他们清除叶浩轩并不是让他们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安安分分地做好工作就好 找事的话他们肯定会死得很惨 叶总 看到叶浩轩进来 石倩站起来打招呼 叫我叶医生吧 我听不习惯你这样称呼 叶浩轩苦笑道 好 叶医生 石倩笑了笑 最近公司怎么样 有没有人还想刷点存在感 自找不痛快 叶浩轩问道 这倒没有 上一次你雷厉风行的打下去了一大批 现在公司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元老的人老实的多了 石倩笑了笑 那就好 累吗 叶浩轩问道 不累 石倩笑道 于天城上班了没有 你说于经理 石倩愣了愣 然后笑道 还没来呢 他上次打电话说不舒服 要在家里休养 打电话让他过来 休息这么久了还没休息够 如果不想做的话让他滚 叶浩轩道 好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石倩点点头 拔通了于天城的电话 过不多时 于天城便赶到了公司 于天城仍然是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 他听说叶浩轩找他 吓得连脸都没洗就匆匆的赶到公司了 叶浩轩给他的解药真的很管用 服用下去的当天他身上的溃烂就好了 只是他心里有阴影 实在是无心工作 所以就拖病在家休息 身体怎么样了 好了没有 叶浩轩似笑非笑的看着于天城 好 好了 谢谢叶总关心 于天城结结巴巴的说 那就好 没事的话来就来工作吧 石倩一个人压力太大 你以后帮他处理点公司的事物 但凡是要听他决断 明白了没有 叶浩轩吩咐道 明白了 放心吧叶总 我一定好好工作 于天城现在怕极了叶浩轩 他一想到自己身体里 那恶心的虫子 他就感觉到一阵恶寒 他现在要依附这叶浩轩的解药生存 所以对叶浩轩的话必须奉如圣旨 石倩微微有些诧异 他清楚公司的事情 也知道叶浩轩这个代总裁的位子 原先应该是于天城的 现在他怎么感觉于天城 在叶浩轩的跟前相是孙子一样 去忙吧 石倩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叶浩轩向于天城挥挥手 于天城连忙点点头 恭敬的退了下去 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就好像是奴才见了主人一样 叶医生 你有什么事 见于天城退下 石倩问道 石倩 你来公司以后 曾经跟着文岳一段时间对吧 叶浩轩问道 是的 我来的时候是月月解代的 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他现在怎么样了 石倩问道 他死了 叶浩轩叹道 他死了 石倩吃了一惊 他怎么死的 事情查出来了没有 具体你不要问了 牵扯的太多 知道多了对你反而不好 我只是想问你一下 文岳有男朋友 你知道是谁吗 叶浩轩道 他有男朋友 这不太可能吧 我跟他很熟 其实他的心理是有问题的 他对男人 有些排斥 石倩低声说 你是说 他是百合 叶浩轩一愣 可可 你可以这么理解 总之他不喜欢男人的 他有男朋友 这不太可能 石倩的脸 微微的一红 他有男朋友 是肯定的 而且这个人 极有可能是公司的人 你跟他的时候 就没有见过 他和哪个人的关系 比较近一点 或者说 是来往多一点 叶浩轩问道 这个 我倒没有见过 他除了工作需要之外 从来不和任何男人交流 这点我是肯定的 石倩道 叶浩轩眉头 微微的皱了起来 他已经肯定文悦有男朋友 而且这个人 一定是公司的某个人 至于他百合的倾向 极有可能是装出来的 只是由此一点 可以看出来 永生这个组织的计划 极为周密 让外人看不出一点破绽来 那好 我知道了 他的办公室在哪里 能带我去看看吗 叶浩轩问道 他以前和少总几乎是形影不离的 自己根本没有办公室 他的办公桌是在少总办公室里 石倩道 带我去看看 叶浩轩道 好的 请跟我来 石倩点点头 少轻盈的办公室里显得空荡荡的 这间装饰的极其豪华考究的办公室 少了两个女人 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叶浩轩微微叹息 不难想象出 以前少轻盈在这里忙碌的情形 这就是文悦的办公桌 少总办公的时候 他就在一边处理一些事物 这样能保证随叫随到 石倩道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叶浩轩点点头 好的 我走了叶医生 你有事情的话 随时叫我 石倩说着转身离开了总裁办公室 出门的时候 顺道把门眼上 叶浩轩走到了文悦的办公桌前 这张办公桌看起来 和普通的办公桌相去无二 叶浩轩伸手在办公桌上敲了敲 这一敲之下 他就看出了异样 这张办公桌看起来是石木的 但是材质却是刚制的 叶浩轩走到办公桌前 想打开抽屉看一看 但是他意外的发现抽屉上这锁 而且这锁还不是一般的锁 用暴力手段就算是打开 也难保不会破坏里面的文件 文悦临死之前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明白自己一心一意付出的男人 在自己身上做了手脚 所以他想提示叶浩轩什么 可惜没来得及 叶浩轩联想到他临死前猛击桌子的情况 他心念一动 转身拔通了军次的电话 给我找来一个能开锁的 赶到少市总部来 要快 叶浩轩道 好的老板 马上到 军次说完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 周文斌风风火火的赶了过来 远迎离少市的总部并不算尽 这家伙竟然这么快就赶到了 天知道他在路上闯了多少红灯 作为叶浩轩手下头号商业间谍头子 开锁这种粗活对周文斌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他拿出一根特制的工具 在锁孔上一桶一拉 那特制的大锁马上便被打开 厉害 叶浩轩笑了笑 小菜一叠 周文斌笑了笑 老婆孩子安顿好了吧 叶浩轩问道 安顿好了 我和他们娘俩现在有了新的身份 他们也不用再受制于人 这里还要多谢老板 周文斌感激的说 不用谢 作为老板 这是应该的 忙去吧 叶浩轩道 是 周文斌点点头 转身离开 叶浩轩打开第一个抽屉 只见里面装的是少青营的行程 以及一些日常资料 叶浩轩翻了翻 只见上面详细的记载 这少青营出行路线 以及当天的日程 文乐是一个称职的秘书 他记录的东西非常详细 每一点小细节都考虑得面面俱到 叶浩轩翻了几页 没有发现什么主要的线索 于是便打开 办公桌上第二个抽屉 第二个抽屉里面放的是一些小物件 看来像是文乐的私人物品 还有一些自己的照片 其中一个精致的水晶 挂饰引起了叶浩轩的注意 这个水晶挂饰是新型的 里面住满了液体 有核桃那般大小 挂饰非常精致 被擦得一尘不染 叶浩轩拿在手里看了看 只见新型挂饰里面 有一张文乐的自拍照 这种水晶挂饰是礼品店里定做的 可以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里面 叶浩轩意外地发现 照片中的文乐姿势有些不对 他的身子像一侧微偏 而且脸上留意着幸福的笑意 就好像是有人揽着他一般 而这张照片右边有一片空白 如果叶浩轩没猜错 这张照片一定是合影 叶浩轩沉吟了一下 把挂饰捏在手里 他知道有种特殊的照片 需要体温才能显示出来 片刻之后 叶浩轩松开了手 果然 照片上多出一个人 只见他自然地揽着文乐的肩膀 文乐靠在他的怀里 两人表现出一幅幸福的模样 叶浩轩瞬间认出来了 那个男人是谁 他心头一震 拳头紧紧地握了起来 叶浩轩走出办公室 直接拔通了邵元化的电话 邵老 盈盈的事情有线索了 邵家大院 现在邵氏大大小小的成员 都聚集在邵氏大院里 就在一个小时以前 邵氏所有成员 接到了邵元化的通知 要邵开家族议会 家族议会至关重要 一旦议会邵开 那就代表邵氏有重要的决策要宣布 这个时候 不管你在忙 哪怕你正在飞机上 你也得跳下来回邵家开会 上一次的决策是在十年前 那时候邵老爷子顶着巨大的压力 所邵氏交给了邵氢营 而事实说明老爷子的决策是正确的 邵氏集团在邵氢营的带领下 只用短短十年时间 一举成为华夏首富